中了花生和生菜 另外那一幅有蜜菜 这桶厨鱼应该有整个月了 通常我吃剩的菜 果皮 鸡蛋 全部倒进去 切碎 一份厨鱼是五份米 这一份厨鱼 最少吃了一份 那一份的菜 在上面种的菜 和在旁边种的 是三盆 有田鱼的菜 是大一点 是大一点 很开心 满足 不过时间少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每天都下来 是 有什么 杂草 有菜 有菜 摘些西洋 很多人 第一个感觉就是怕臭 或怕会惹蜗 老鼠、蟑螂 但是他们看过 和用过这个 处理系统 和蜜蜂的情况 和没有什么味道 其实大家都很乐意 有些味道是不要得的 嗯 粥 水分太多 和太油的东西就不行了 我们尽量切小 为什么呢 让它发酵容易一点 就快碎一点 干了水之后 滑水的 因为我们尽量去干水 它就不会那么臭 其实臭的就是水分 发酵的味 其实呢 可以做多一点工夫 但是将来 我们那些小朋友 就是下一代 地球就会好些了 现在 现在地球真的太多垃圾了 小朋友 这边 再越来 就是 我们先去 好 这边 就是 嗨 你